台湾罕见疾病目前约有250种 共有10700名的病患 为了让大众对罕见疾病有进一步的了解 进一大学大众传播系10名学生 在罕见疾病基金会的安排下 深入了7组罕病家庭来进行拍摄 这一件事举办纪录片成果发表会 希望透过镜头让更多人了解 罕病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 进去真正拍摄之前 我们大概有见面一起讨论了3到4次左右 讨论时间差不多是一两个小时左右 了解说他们的家庭背景 因为这是一个共同合作 其实是两方都有参与拍摄状况 所以妈妈也会表达说 她想要有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了解之后就跟妈妈说 我们可能需要拍摄什么样的事件 然后再进去拍摄 我们是想让大家来了解说 我们的孩子真的是 是因为他有什么原因 他是因为什么疾病造成他会跟一般人不一样 然后也让大家不要再用那种 很异样的眼光来看他 因为这样看我们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说 其实是蛮受伤的 基金会指出台湾罕见疾病目前大约有250种 一共有10700名病患 为了让大众对罕见疾病有更多的了解 18年来就首度的跟校方合作拍摄纪录片 完成了6部影片 每一支平均有11分钟 会以不同的风格跟手法拍摄 也传达出社会的温暖 学生来教病友跟他们的家属们专业技术 例如拍摄、简洁、怎么写脚本 但是关于内容、关于故事 是由家属他们来写脚本 然后提供调查的资料 等于就是做田野调查的这一块 够比较更深入的 而且多元的去看到这样子的讯息 那对病患跟家属都是非常大的鼓励 然后其实我想对老师 还有对他们的同学也是对这个疾病 会对遗传的疾病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拍摄的过程 顺便就一起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 然后看到自己的影片 虽然它不是百分之百完美的 但是觉得说可以告诉大家说 虽然我有这个病但是我很努力 那希望也可以鼓励其他病友 让他们也走出来 指导老师表示 罕见疾病议题的内容丰富 有被记录报道的价值 因此也透过课程安排 让学生跟被拍摄家庭 一同的讨论交流 完成影片 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学习社会公团的价值 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 罕见疾病家庭的点滴 就这里讲台中才放不到